黄仲坤过去常莫名手抖,近日却诊患原发性战战,翻射自脸书。 记者消防企台北报道,黄仲坤曾在多出戏剧演出重要角色,二十多年前开始右手会不自觉战斗,一度怀疑自己罹患帕金森市政级阿斯坦默证,今年三月复张兵秀传医院检查,六月却诊患原发性战战,将于二十三日住院踢光头。 隔天开刀,他十五日受中国时报访问表示过去常因手抖,被唐人怀疑酒精中毒,造成社交恐惧,曾一度不想见人,如今找出原因,豁然开朗,即将开刀,开心说,对我的意义简直是重生。 他过去因手抖常造成生活不便,唱歌时麦克风也只能拿左手,他表示过去跟别人吃饭,对方看他手抖,都不好意思问。 加上他曾有酒驾被抓的记录,总能想象对方窃窃私语的模样。 好在张兵秀传医院三月引进全国第一部超音波脑神经治疗仪,可精准针对大脑进行非侵入室治疗。 手术需耗15小时,费用60万元,过程中不需麻醉也无需开炉,黄仲坤将全程保持清醒。